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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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講最後一章,就是消滅時效 消滅時效,很多老師在教名總的時候,這一部分沒有教 沒有教的原因不是不重要,沒有教的原因是來不及 因為時間來不及,所以就沒有教 所以你們那些學長學姐,他們就認為消滅時效不重要 因為老師沒有教,這答案是錯的 消滅時效十分重要,重要到不得了 那為什麼十分重要,因為這是聯合遊戲 這個勝敗,沒有妥協的空間 所以在食物上在打官司的時候,只要有可能有時間經過的問題的時候 律師的第一個抗辯都是消滅時效 對不起,原告請求已經離消滅時效,被告不用還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那他就贏了,其他都不用講 所以在食物的運作裡面,消滅時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老師沒有教不是因為不重要,是因為來不及教 那而且以後你們會知道,當你以後去面對國家考試的時候 消滅時效叫必考 為什麼叫必考呢?因為這個食物太重要了 然後任何的法律問題都會發生消滅時效 所以他只要在最後帶一句話,就是消滅時效的問題 所以消滅時效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學 不要以為說,這個不重要 不重要,我女兒,我跟她講說,你要看看消滅時效 爸爸這個要看嗎?這好像不重要,我們老師又沒教 然後爸爸寫的那一張要看 這個實在太重要,所以一定要看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消滅時效 第一個是消滅時效的意義 消滅時效,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消滅時效是一定期間經過之後 那麼你的請求權會因而消滅掉 可是你的債權還是存在的 換言之,學會上常這樣子講 消滅時效只會讓你的權力的強度減損 但不是整個權力不見 為什麼呢?各位我們看125條 125條他說,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好啦,那不行使而消滅 是不是所有的權力都不存在呢? 你看144條 144條說,時效完成後,再有人得拒絕給付 所以消滅時效並不是讓你的債權消滅 消滅時效只是讓債務人取得一個時效抗變權 那經過債務人的時效抗變權之後 那債權人的請求權就不能行使 但是他的債權仍然存在 那這樣子的債務呢?我們學說上把它叫做自然債務 好,我舉個例子 就是債,比如說債權人 你是債務人 那這個債呢?他如果15年後 他去對於主張請求權的時候 這就是債權 這就是債權 他去對於主張請求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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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抗變 依照125條 144條 第一項說 對不起,超過時效了 所以我做時效抗變 我做時效抗變 好,那做時效抗變之後呢 法院就會講說 那人家已經做時效抗變了 所以你請求權就消滅掉 就沒有請求權了 可是你的債權呢 還是存在的 債權還是存在的 所以消滅時效並沒有讓債權消滅 只是讓他的請求權消滅 這時候債務人的債務 因為已經離消滅時效了 他去做時效抗變了 這種債務呢 我們學說上 最高環點怎麼說 說這個叫做自然債務 自然債務有一點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消滅時效經過後 15年後呢 疑到底要不要履行債務 就依照疑的意思吧 我疑如果要履行 債務人要履行當然可以啊 我不履行你也沒責 所以叫自然債務 這個是學說上的一個名詞 好 那消滅時效這種債權仍然存在的例子啊 在實務上呢 最常發生的是在那個買賣土地 在買賣土地的時候 比如說賈是出賣人 那他們有個買賣契約 買賣契約 然後呢 這是AD 所有人 他把這個AD交付 交付土地 交付土地 但是呢 沒有辦登記 未登記 種案子很多 種案子很多 那交給他土地給他用 但是沒有辦登記 15年後 反正我們現在在講這個消滅時效啊 都是一晃就是15年 一晃就是15年啊 單位是以15年來計算 也就是各位在看那個聯繫劇的時候 他都怎麼樣 就是用流水嘛 慘慘的流水 然後就說15年過去的 小孩就這樣長大了 然後故事重新演一遍 八點檔 八點檔聯繫劇不是都這樣嗎 15年齁 就你們來看很遠啊 那就我們來看很近啊 15年一晃就過去了 15年後呢 以如果來對假 主張348條請求移轉登記 這個以來對假主張說 你要 因為你當初交土地給我啊 可是沒有登記啊 所以呢 他說那你移轉登記吧 移轉登記 當以來對假主張移轉登記的時候呢 假可以主張說 已經超過15年了 依照125條 加上144條 第一項 第一項 他說對不起我可以拒絕給付 這叫實效抗辯 叫實效抗辯 好啦 這叫換假隊儀 假隊儀說 喔 我15年前啊 把這個土地賣給你啊 我已經忘了 你來跟我要移轉登記 我才想起來 原來啊 我根本沒有移轉登記給你 所以土地呢 還在我的名下 所以呢 他對他去主張什麼 七百六十七條 所有無凡卵請求全收 來來來來 還我 你沒有跟我講 我忘記了耶 謝謝你提醒我 這到底可不可以啊 那麼七百六十七條呢 要件有兩個嘛 第一個是假呢 是所有人 第二個啊 是以內無權佔有 他的要件啊 那假是不是所有人呢 yes 假當然是所有人 為什麼還沒登記啊 沒登記還在 這個 還沒移轉登記呢 不是還在假的名下嗎 在假的名下 假當然是所有人 第二個 以是不是無權佔有 以是不是無權佔有 以 他有個什麼權利啊 他有個債權 他雖然沒有所有權 以呢 沒有所有權 因為只有佔有而已 沒有所有權 可是以呢 有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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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債權呢 就可以作為他佔有的依據啦 這個我們學說 上都常常說 這個叫做佔有的本權啦 就是說 他有一個佔有的本權 是基於債權而來 所以從這裡 你可以發現說 OK 這個假 以對假的這個請求權 雖然已經離於消滅時效 雖然離於消滅時效 但是他的債權仍然存在的 所以他這裡呢 債權 他有債權 以及債權的請求權 那這個債權 那這個債權的請求權 因為消滅時效而消滅 可是這個債權還是存在 所以他還是一個有權佔有啦 他有個有權佔有 他不是無權佔有 他是有權佔有 他是有權佔有 不是無權佔有 那這個例子是最好來說明說 這個書上很多 來說明說 這消滅時效之後 你的債權也是存在的 不會消滅 只是你的請求權 就不完整啦 不完整 變成一個自人債務 跟這個例子 有點像的是什麼呢 是這樣 假 是出賣人 假設這是VD E一樣是買壽人 然後呢 他們買賣契約定完後 他登記 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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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交付 剛好顛倒 剛好顛倒 就是我移轉登記給你 可是沒交付 沒交付 這例子跟這個例子很像 但是剛好倒過來 這種案子呢 實務上都很多啦 好啦 一樣的 以會對賈來主張什麼呢 348條 48 請求交付土地 因為你土地沒給我啊 對不起 這個也是15年後 15年後 15年後 你才想到說 什麼 我這個土地已經登記在我名家這麼久了 可是竟然沒給我了 他就跑去跟他請求啊 交付土地 那請了交付土地的時候啊 夾會抗變 一樣 125加上144第一項 我們現在越來越 越像數學了有沒有 都是數字嘛 這個是 消費時效 的抗變 反正我們現在 越寫越多數學了嘛 好 那我們就繼續寫數學好了 好 那儀說 那好 我不能去主張 這個348條交付土地的請求權 那我來主張什麼 因為我已經取了所有權 我主張767條可不可以 欸 Great 我是所有權的人啊 所以你看767條不是有兩個要件嗎 我們不是說嗎 兩個要件嗎 第一個要件是 以為所有人 六個要件 夾無權占有 夾無權占有 欸 在這個例子裡面 以是不是所有人啊 The answer is definitely yes 對啊 因為已經是遺傳登記了 他不是所有人是什麼 當然取得所有權啊 所以是取得所有權 當然是所有人啊 再來是 夾無權占有嗎 欸 這是一個大在問的問題 各位同學你想 夾是什麼 夾是一個出賣人 那我賣土地給你的時候 我在還沒有交付土地給你之前 我到底是不是無權占有人 問題就是這樣 到底是不是無權占有人 那關於這個問題呢 學術上有爭議啦 學術上有爭議 有的人認為說 對啊 夾既然已經把所有權移種給移了 他已經喪失所有權了 所以夾當然是一個無權占有人啊 你已經沒有權利了嘛 你沒有物權上的權利啊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債權的問題啊 對土地有債權的是乙 可不是你耶 所以有一種學術認為說 夾會構成無權占有 可是這種學術啊 我本身我不同意啦 我不贊同 我不贊同的原因是 如果說今天一個出賣人 把土地移轉登記給買售人之後 那他就會變成無權占有人的話 這時候夾來請求 以來請求夾 依照767條 請求所有物款人請求權 他會勝訴喔 那他會勝訴 如果今天乙沒有繳價金怎麼辦 就是乙呢 如果有違款未付啊 如果今天乙無違款未付 去跟夾講說 來來來來 你土地還給我 為什麼 我不是主張這個348條喔 我主張767條 你還給我好了 如果今天乙對甲是主張348條的時候 甲可以用什麼抗辯 用同時旅行抗辯 說你沒有錢給我 我物不給你 這是一個契約上的 雙物契約產生的抗辯 那如果你今天 以用的是767條 那甲怎麼辦 甲沒有什麼 什麼同時旅行抗辯 767條 那什麼同時旅行抗辯 所以如果採取肯定說的時候 會剝奪了 甲的 價金的同時旅行抗辯權 就是264條 他會剝奪了他的 價金的同時旅行抗辯權 這是不合理的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種情況是不應該 構成無權占有的 不應該構成無權占有的 那這是當然在學術上的爭議 那 我去看了一下我們實務的見解 我們最高的見解 還好跟我的見解剛好一樣 他在這個102年的台上至2420號 這個見解100年台上2420號 還有像100台上1442號也一樣 我講多少 2441 1442號 1442號 他們都認為說出賣人 出賣人 在交付前 交付這個土地前 繼續佔有這個物 是屬於債務不履行的問題 而不是無權佔有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對的 他當然沒有講理由 那我想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關於那個同時旅行抗辯權 就是對待給付 契約上對待給付的那個 平衡會被破壞掉 會被破壞掉 所以這是不好的 好 那麼這個是 所謂的消滅時效 它的本質 你要了解的 它是請求權消滅 債權的存在 這是它最基本的性質 同學問我說 剛剛有同學說 為什麼賈已經把那個所有權移轉 登記給移了 為什麼賈還是有權佔有 難道所有權 既然在移的身上的時候 賈還有什麼權利 跟你去想一個事情 賈對一塊土地 或對任何物 有一個所有權 就是出賣人 我今天 比如說我對這個包包 有所有權 我賣給你 那我這個土地 有所有權我賣給你 我賣給你的時候 當我只是登記給你 而沒有交付給你的時候 所有權的概念 實際上它有什麼權利 所有權 所有權是一個很抽象的權利 所有權的概念裡頭 大概有處分權 大概有使用權 有收益權 都有 甚至是佔有權 這些權利都包含在所有權裡頭 而我今天把土地移轉登記給你的時候 我只是移轉給你 可是物一直keep在我這裡 所以我從來沒有把我的佔有權移轉給你 沒有 我從來沒有把我的使用權移轉給你 所以我移轉登記給你的最多只是那個 可能是處分權 所以你可不可以賣地 可以啊 你去賣啊 你去賣地 但是它的那個佔有的那個權利 使用的權利可從來沒有移轉過 那這樣的話 怎麼會變成無權佔有呢 所以不會啊 所以就所有權的那個移轉的概念 也不應該構成無權佔有 那尤其是我剛剛講的說 如果真的尾款沒有交付的時候 那更是一個問題 換言之呢 在一個買賣契約的時候 這個問題基本上要回到契約法去處理 因為契約對雙方當事人有一個 有它的比較細緻的規範 那這樣的規範就依照契約法來處理雙方當事人法律關係 而不是就跑到767條 沒有沒了 所以就像最高法案採取的立場 就像我解釋的是 這裡賈不是無權佔有 賈仍然是有權佔有 因為這個一直都是早期就是它的 它在移轉所有權的時候 也沒有移轉到這一部分的佔有權 所以它還是有權佔有 這是剛剛同學問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們說 那這兩個例子不就變死地了嗎 什麼叫死地我想想看 意思是說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講 賈賣給他交付給他 所以乙在用這塊地 乙在用這塊地 然後賈卻擁有所有權 然後呢 乙來跟賈要 要不回來 賈跟你要也要不回來 這個例子典型的就是剛剛同學問的時候 那這塊地不會變死地了嗎 所以死地的意思就是 它的形容詞 法律上沒有死地這個名詞 你下次不要跟我講說死地 就是說你看從這兩個來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慘了 這塊地15年後呢 乙不可能向賈請求移轉登記 乙永遠不會拿到所有權 而賈也不可能跟乙要回土地 賈也永遠不會再佔有這塊地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不是死地 這是dead luck 對不對 dead luck 對吧 英文是這樣講的嗎 你們有沒有讀英文啊 回去讀英文 天天讀 那寒假有空的時候 去找一本那個 英國契約法的書 比較簡單的沒關係 回來念念 不要太厚 太厚你會覺得很討厭 念不下去 薄一點的拿回來讀一讀 知道嗎 去找一本英國契約法的書 薄一點就好 薄一點就好拿來讀 好不好 那裡面不會寫dead luck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只有一個 我就繼續講下去了 同學問了我就繼續講 這個再來就又發生一個有趣的問題 而且是一個我下面要講的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剛剛我解釋這裡 剛剛問的同學還有疑問嗎 不然我們就來講 這個dead luck 要解除這個dead luck的方法是什麼 他把賣給丙 然後移轉登記 因為他是所有人不是嗎 他是所有人 所以他是移轉登記 然後再成立一個第二個買賣 然後他來告他 依照767條 這個就是在這個案子裡頭 一直以來的解決這個 這個dead luck的方法 賣掉 賣掉之後你會發現說 那丙是所有人 然後乙是無權佔有 為什麼乙無權佔有 因為乙的債權 是對假的債權 那基於債是相對性 這兩個要件全部都具備 因為乙的債權是不能對抗 乙的債權相對性 他是不能對抗丙的 所以會被丙要走 會被丙要走 那當然我們前面也講過說 這樣真的可以嗎 那這個會涉及我們 前面講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 違反誠信原則的問題 各位記得吧 違反誠信的問題 基本上是這樣 基本上有沒有違反誠信原則的問題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前面說的就是 如果這個丙是親戚 那姊女 那用這種方式 為了就是要取回 土地的話 最高法院會說 這個違反空虛兩署 可是如果丙是任意的 第三人的時候 最高法院會說 這個不違反誠信原則 這個會不違反 就是真的把它解掉了 把這個解開了 所以你今天一個買獸人 跟人家買一塊地 15年竟然都不去登記 你就冒一個風險 最後會被第三人要走 就是這樣 那被第三人要走之後呢 姨就馬上回頭來說 好 換我來告你 你來告我767條 換我來告你 告什麼呢 告226條 叫做債務不履行 就是給付不能的債務不履行 這個是我後面要講的 給付不能的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 那這個就一併講了 各位你看一下226條 226條啊 他說應可規則於債務人 就是謀獎 是債務人啊 應可規則於債務人的事由 有之幾乎不能啊 債務人就是摩擬 得而請求賠償損害 他唯一的辦法是這樣喔 就是 好我的土地 你交付土地給我了 我就只好被人家拿走了嘛 那被人家拿走了之後 我就回來告你啊 你債務不履行啊 因為 你本來不是要 應該登記沒有登記 那不是債務不履行是什麼 所以這個叫做幾乎不能的損害賠償 好 可是當這個 以來對傢主張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的時候 傢然然會用時效抗辯 所以對不起喔 這個呢 這個 隨便賠償呢 請求權也已經等於消滅時效了 這個可以嗎 這是一個現在 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在 教科書裡面有啦 就是在後面我要講那個 消滅時效的那個課題的時候 就是要講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回去看的話呢 可以去看那個 第幾頁 406頁 就在談這個問題 406頁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這個涉及一個 到底這個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消滅時效 是要從他們一開始的請求權可以行使的時候起算 還是從幾乎不能讓他幾乎不能這個行為的時候起算 我再講一遍 你看喔 本來儀對甲我們剛剛講的儀對甲有一個348條的移轉登記請求權有沒有 那這個348條移轉登記請求權是什麼時候開始算 15年前開始算 比如說這個例子是 假設 民國90年5月5號 隨便說 假設是在民國90年5月5號就可以移轉登記 就一直沒有移轉登記 到了95年的6月6號已經離於消滅時效了 結果離於消滅時效呢 他95年6月6號去把它賣給了 105年 對105年 你們數學不錯 對啦 我是故意寫錯的 好 你去看 假設 假設他是在105年6月6號 然後呢 變成了移轉登記給人家 在儀對甲主張348條移轉登記的時候 儀會怎麼說 儀會說對不起喔 依照125條你已經離於消滅時效了 因為從95年5月5號 一直算到105年5月5號 離於消滅時效 你不可以對我主張348條移轉登記請求權 標的屋的移轉登記請求權 對吧 好啦 那儀說OKOK 我不要主... 現在這下子呢 不是... 因為你已經把它賣給別人了 所以我對你不是主張348條 這個標的屋的移轉登記請求權 我主張226條 債務不理行損害賠償請求權 你配我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賣給別人了 那這時候呢 那這時候呢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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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余... 余... 抗辯啦 這時候余會抗辯說 亂講 不會一樣主張125條 加上144條第一項 所以... 我不用賠給你 可是儀會怎麼說 你說... 消滅時效不是從這一天開始算的 消滅時效是從你幾乎不能那天開始算的 所以要從105年6月6日開始算15年 到底是哪一個 你們清楚問題的所在了嗎 我再講一遍 這個問題很重要 這個是到底消滅時效從什麼時候算的問題 是要從原本幾乎義務的時效可以起算就起算呢 還是從幾乎不能所發生債務不理行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重新起算 這個會涉及以勝訴還是敗訴 我剛剛說的消滅時效是零合遊戲 零合遊戲判下去就是零 不然就是一 沒有中間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 很有趣的是 在這個教科書的406月這裡有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我讀了之後我讀出一身冷汗 這個最高法院在100年台上1833號 這個判決真是令人震撼 讀出一身冷汗 1833號說什麼呢 1833號說 他說這個是一個第一次的給付義務 這是一個第二次的給付義務 那他說這個第一次的給付義務 是隨著第二次給付義務而來的 這句話都對 講到這裡都對 可是他最後的結論是說 第二次的給付義務 必須以第一次給付義務的債務不履行的時候 開始起算時效 天啊這是什麼意思啊 意思是第一次給付義務 你不履行標的移轉登記請求權 直到你這個順帶培養請求權 這個226條 順帶培養請求權226條 從什麼時候算呢 不是從原本的348條這個算 是從讓他這個第一次給付義務 不履行的時候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算 他的意思是從這時候開始算 從105年6月6號開始算 開什麼玩笑 這不是令人冒出冷汗了嗎 一個請求權 你去主張348的時候 假設說超過15年了 我可以不給你 結果你因為你事後或者中間 不要說15年了 假設你今天 他那個見解 法院的見解當然爭議的是說 假設今天是103年 7月7號賣的 假設這裡改成103年 7月7號 他說從103年7月7號再算15年 那不是變成118年7月7號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最高法院這個見解 會讓這一個請求權 從90年本來算到105年就結束了 可是他在103年賣的時候 要算到118年了 或者是他在105年616號賣的時候 再重新算15年 開什麼玩笑 那一個請求權不是因了變30年的時效了 對不對 所以最高法院這個見解是害人聽聞的 讓人冒出一聲冷汗 你們都沒有冒出來是吧 這個就會 就會讓全力這個無限的延展啊 假設今天這個例子 最高法院碰到的例子 這個是103年7月7號賣的喔 我問你 如果這個案子不是103年賣 也不是105年賣 是120年賣呢 120年 你們還 你們幾歲啦 120年 不曉得會在哪裡啦 反正不會在這裡 120年賣的時候再算15年 不是135年了嗎 如省如故 這個變成沒完沒了 這樣清楚了吧 所以這個是我為什麼講說 最高法院這個見解呢 讓人冒出一聲冷汗的意義 這樣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冷汗冒出來啦 沒有 沒有感覺的人 這是不妥當的喔 好 那這是一個解他的方式 還有他涉及啊 這個消滅時效的問題 所以如果依照最高法院的見解 會變成可以餒 會變成 你還是對假可以主張 所有法院的請求權 但是學術上都不這樣認為 學術上認為說 從第一次的擠物異物 變成第二次的擠物異物的時候呢 這個債呢 能然是保有同一性 這叫做債是同一性不變 這叫做債是同一性不變 也就是債是 那個226條的這個擠物異物啊 是從348條來的 知道嗎 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從原己物異物來的 那原己物異物消滅了損害賠償請求權 當然跟著消滅 怎麼會原己物異物消滅了損害賠償請求權來活著 這個 這個 這樣剛好通 這個不通吧 其本亂而莫至者佛矣 有沒有 古書不是這樣講嗎 你們馬上沒學過我寫一下 以前古書不是有一句話嗎 他說 其本亂而莫至儀佛言 按照學術的見解 儀就是自認倒楣 為什麼自認倒楣 因為你不去行使權利 消滅時效就是這個目的 不然你會覺得說 哇 儀好像很可憐 我告訴你 只要用到消滅時效 都有一方會很可憐 那個禮消滅時效 你一定看起來真的很可憐 因為你會想說 今天夾 如果按照學術的見解 夾把這塊地交給儀 儀在那邊耕作了十六年十六七年 然後突然間被餅拿走了 然後儀就只好帶著他的老牛 背著他的破舊的鋤頭 然後慢慢在夕陽西下的時候 向著一棵枯樹 然後慢慢的走回家 這個景象令人感到悲創 No Never 結束 Over 對 依照學術的見解就會這樣 但是實際上就應該這樣 雖然你覺得很同情 所以你知道嗎 當法官的時候 經常會跟當事人怎麼講 我真的很同情你 但是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幫你 因為法律告訴我 你必須拜唆 真的啊 法官經常在講這個話 你不知道嗎 像這樣的 不行了 沒有了 Never 結束了 就是這樣 所以 以後你當法官的時候 為什麼法官 你去看 你去法院看法官好了 那法官就是 女生都是白頭髮有沒有 那男生都是禿頭有沒有 那女法官都白頭髮 男法官都禿頭 為什麼 因為他每天在跟當事人講 我很同情你 那對不起我不能幫你 我最後還是要判你敗訴 不要怪我 這是法律的規定 Sorry 就這樣而已 所以 同情是正常的 但最後你還是要下判決 好 還有問題嗎 以後你們是不是要開始過著那個 女法官白髮的生活 男法官禿頭的生活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今天趕快覺醒還來得及 就趕快轉到發學系去這樣子 還有機會重新來過 因為你們還年輕嘛還小 好 好我再來要講這個 講這個消滅時效的課題 那消滅時效課題 第一個債權的請求權 你們可以看一下講那個講義 債權的請求權 我想是最沒有問題的 可是這個債權的請求權 有兩個問題 要注意到 就是 假設那些債呢 是 出賣人 疑是買售人 那疑呢 對甲呢 這是買賣契約嘛 345條買賣契約 那疑呢 對甲假設去主張348條 這個 所有權的移轉登記請求權 348條的時候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 這個判決就是 被告應該擠無原告 遺准登記 這個是 所謂的債權的請求權 那這個當然有消滅時效的適用 那如果經過判決確定之後 因為判決確定之後呢 那時效會重行起算 假設重行起算15年 那假設重行起算15年的時候 15年後 這個判決確定後15年後 這個疑呢 再去請求假登記 這個是一個幾戶判決 就是判決確定之後啊 你都沒有去辦登記喔 結果又隔了15年 你再去辦登記呢 疑能然可以 這個假 能然可以做實效抗辯 你判完了你不去登記啊 結果把那判決書放在家裡 放15年 對不起 你還是會 喪失這個 請求權 這是 確定判決之後的法律效力 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個啊 就是確定判決之後 又隔了15年 能量會理消滅時效 不是判決確定之後就沒事 另外一個是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那個 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比如說這個假儀柄啊 共有這個AD 然後共有呢 20年 他們AD啊 共有了20年 好 那這時候呢 如果假想要分割 儀柄不想分割的時候 這時候假對儀柄就會起訴 叫做分割共有物的請求權 那這個儀呢 儀柄就會抗辨說 對不起喔 我們就共有20年了 已經超過15年 所以呢 不可以分割 這個可以嗎 就是依照125條 加上144條第一項 說欸對不起 我們呢 已經超過15年了 不可以請求分割 這可以嗎 答案叫做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呢 這個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雖然名字叫做請求權 可是它的本質呢 是一個形成權 本質是一個形成權 那我們的這個消滅時效是 只適用在請求權 不適用在行成權 行成權如果有行使期間的限制的時候 是叫做除次期間 叫做除次期間 這個是請求權跟除次期間不一樣的 請求權的適用的課題 對不起消滅時效適用的課題是限於請求權 那如果你是行成權 你就不適用消滅時效 如果有時間限制 那是要法律規定的 行使期間 那叫除次期間 那共有物分割請求權沒有規定 所以它就不限期間 隨時可以請求分割 那麼跟這個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要分別的是什麼 是如果今天甲乙餅 它有個協議分割 比如說他們訂了一個協議分割書 協議分割書 比如說今天甲乙餅他們協議分割說 那我們這塊地怎麼分呢 就分成這樣 這個甲這一塊 乙這一塊 餅這一塊 這就叫做協議分割 如果他們訂完協議分割書之後 15年後 15年後他們訂完協議 都沒有去辦 沒有辦移准登記 結果甲就來告乙跟丙說 來乙丙請依協議分割書 依協議 然後辦理登記 依協議來辦理登記 這樣可不可以啊 當他來請求辦理移准登記的時候 乙丙說對不起 這個已經超過15年 依照125條加上144條第一項 拒絕旅行 這樣可不可以 在這個例子呢 這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基於協議分割書所生的 協議分割的請求權 這是一個請求權 這是一個協議分割的請求權 這種協議分割的請求權 是基於協議分割書來的 這是一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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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於契約所生的請求權 就是債權的請求權 這種債權的請求權 是會禮儀消滅時效的 所以這個是要告訴各位說 這種分割的方式 這種分割的方式 我們把它叫做裁判分割 就是由法院來判的 叫裁判分割 這一個叫協議分割 這不一樣 所以裁判分割是法官判的 判下去那塊地就列了 真的喔 以後你當法官你會覺得很神 那塊地 然後呢他分割法官說 應該分這三塊 然後一判下去這塊地 就自動裂掉 比你在看那個小時候還厲害 那個什麼 那些 你們不是喜歡看什麼 魔戒嗎 喜歡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英國的那個Ross 寫的那個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飛來飛去 那些莫名其妙 對啊 那些 魔戒 啪下去 地就分開了 所以你看這個 很厲害喔 這叫裁判分割 裁判分割是一個行程判決 是一個行程權 所以他沒有消滅實效的適用 那協議分割就有 這是 債權的請求權你要知道的 再來 物上請求權 這個物上的請求權 依照現在道法官的解釋 大概呢 分成兩類 一個類是動產 這到底有沒有120消滅實效的適用 一個是動產一個是不動產 那動產呢這個是有消滅實效適用的 不動產呢這個要看 如果是未登記的不動產 這個呢就有消滅實效適用 如果是已經登記的不動產 這個沒有消滅實效適用 這是啊 大法官解釋的結果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大法官解釋 107號跟164號 他就講說 以登記的不動產的這個 所有權呢 是 這個所有物上的請求權 是沒有消滅實效適用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他的理由是這樣 你想 最典型的例子 家 他是AD所有人 倚呢 無權佔有 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啊 這個 如果 假對倚主張767條 如果不可以的時候 結果會怎樣 結果會是 假永遠沒有辦法要回這塊地 因為 以一直在佔有 使用 而 以可不可以取得 這塊地的所有權呢 不可以 因為他也不可能取得實效 因為 以後你們會學 取得實效呢 必須是 土地沒有登記 所以這已經登記了 不可能取得實效 所以這個就會僵在那邊 那僵在那邊的結果是什麼 大法官說 那還得了 那這個人呢 就一直負擔稅捐了 這就會一直負擔稅圈 那這一個人呢 就會一直呢 有使用的利益 使用的利益 想有使用利益 然後這不公平 這樣會變不公平 所以呢 這個大法官解釋說 OK 那消滅時效是不適用的 所以 767條 當以來主張呢 125條的時候 大法官說 NO 你不可以主張 所以呢 夾呢 對以呢就可以主張767條 所以無法能請求全 所以你的地啊 房子 不管被人家佔多久 你都可以要回來 簡單講就是這樣 都可以要回來 除非他是沒有登記的 那 那台灣有沒有那個沒有登記的土地啊 山之巔 海之冰吧 可能剛好有一塊地 填海啊 填一填還沒有去登記啊 那也許吧 或者呢 在淤山的某一塊 你去淤山找找看 有沒有哪塊地沒登記到 然後去那邊占地為王 那你就說 到時候來告你說 對不起喔 這個 不能 主張這個消滅時效 可是我們這個好像又有一個見解說 對不起喔 林地喔 不用登記也是國家的 你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所以 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啊 所以唯一有的機會是什麼呢 唯一有的機會啊 是違章建築 知道嗎 同學們 你們不要以為違章建築 就是在那個什麼四樓 頂樓架蓋那叫違章建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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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wrong 什麼叫違章建築你知道嗎 台灣到處都有 一種房子啊 就是你去看路上看 我不知道台北市還很多 就那種四層樓蓋的 那他當年蓋的時候啊 沒有去申請建築執照 就自己蓋 一種是這樣 另外一種情況是什麼呢 是他去 申請了建築執照 蓋完的時候沒有去申請實用執照 所以不能登記 那房屋呢 你一定要去做登記完了之後 所有捲才會明確 那那個叫保存登記 所以我們實務上就有一個這樣的例子 他是這樣 夾有一塊地 這叫AD 然後呢 這是他的 這有登記 土地當然都有登記 結果他在土地上蓋了一個房子 B屋 這個B屋呢是違建 我剛剛講的喔 什麼叫違建啊 違建是沒有去辦保存登記 那為什麼沒有去辦保存登記 這個叫保存登記 這個沒有去辦保存登記 所謂保存登記就是所有全第一次的登記 那叫保存登記 那你要辦保存登記的時候 你必須要拿實用執照 你才可以去登記 拿不到實用執照 對不起你不能登記 台灣到處都是 你家在宜蘭啊 在桃園啊 在高雄啊 到處都有 都有那種沒有辦保存登記的 沒有辦保存登記 假有沒有取得所有全呢 有 他會取得所有全 這就是以前我們講的 叫自見取得 大家記得吧 你如果 有好好在念書的時候 應該會記得 叫自見取得 他還是會取得所有全 好啦 結果呢 有一個人 他來無權佔有 因為他想說啊 他有讀過道法官解釋 他說呢 道法官解釋是說 那個不動產已經登記 根本不 不能適用消滅實效 所以你佔有多久 都會被要回去 所以他探聽好了 所以他來佔有違章建築 違章建築呢 叫做未辦登 這是未登記的不動產 這個就叫未登記的不動產 所以呢 夾一開始呢 就是請求移呢 就Vu 就767條啊 請求反反Vu 你應該要房子房給我 可是呢 這個儀呢 就抗辯說 對不起 依照125條加144條 第一項 我不用給你 因為已經理消滅實效了 然後依照大法官解釋呢 這是一個未登記不動產 所以有消滅實效的適用 所以我不用給你 所以這個夾就敗訴了 夾敗訴之後又跟你說 No 來來來 依照767條 請求反反AD AD總有登記了吧 這個可不可以啊 那儀當然一樣啊 用125條加144條去抗辯說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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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我房子都不用還給你的 我為什麼地要還給你 我地還給你 房子不是還給你 結果不是一樣 不是嗎 我不用還給你房子 竟然還給你地 那我要把房子搬去哪裡啊 我把房子架起來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房子整棟在搬的啊 有 台灣也有啊 你們沒看過啊 我看過啊 我在幾十年前就看過了 這個地整塊移 整棟移 他把下面全部都挖空 然後全部架木頭 然後就這樣移 真的有喔 真的有 哇酷喔 那是怎麼辦 那在這個例子裡頭啊 我們最高法恩說啊 他說 你對於這個房屋呢 取得那個死效抗辯權啊 它的效力不給予土地 所以最高還 最後判決這個移呢 敗訴 你不可以用死效抗辯 所以你仍然要還土地 那你還了土地 你房子呢 當然就只好一併還啦 不然怎麼辦 那麼這個是 所謂未登記的不動產 那實際上呢 在我們食物呢 是非常少的 那麼 所以所謂的 以登記為登記 只要登記過的不動產 就已經算 以登記的不動產 不管他事後有沒有再 經過其他的登記 所以我們食物上還有一個 例子就是假呢 假設他是父親 父親或母親 那他有乙跟丙啊 這兩個兒子 這乙應該把他叫女兒比較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父母死亡之後啊 這個乙呢 就單獨把他辦理繼承登記 把他辦理單獨繼承 把他辦理單獨繼承 單獨繼承啊 結果十五年後啊 這個乙呢去告禀 你去告禀 說 欸不對 因為這個呢 你應該啊 圖銷登記 七百六十七條 你應該圖銷登記 改為登記呢 一半呢 為這個乙女所有 因為他們兩個都繼承人啊 現在男女平等不是嗎 所以他就起訴請求說 要圖銷登記 然後呢 另外呢 讓他取得二分之一 好 那丙的抗辯是什麼呢 丙的抗辯就是說 欸 一百二十五條 加一四十四條 第一項說 NO 時效抗辯 所以呢 你不可以了 超過十五年的 那最高考驗說 喔 OK 這個啊 這個 丙呢 本身呢 是一個無犬佔有人 那麼即便你移轉登記 你還是無犬佔有人 那這個地呢 是當初附魔 登記在附魔門下 已經移轉登記過了 已經登記過了 所以這是已登記的不動產 所以呢 沒有這個消滅時效的使用 沒有消滅時效的使用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來 實物上對這個 已登記的不動產 是重翻解釋的 所以只要土地已經登記過了 就已經登記過了 那即便是後來沒有辦這個繼承登記 OK 那是OK 你還是取得所有權 還是可以請求移轉登記 好 那麼這個是 誤上請求權 好 我們再來看那個消滅時效的期間 那消滅時效期間 一般的長期時效是一百二十五條 十五年的時效期間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那長期的時效期間 那在教科書裡面有特別提到那個 地震機關辦理登記錯誤 而負的損害培養責任 這個好像說這個用 十五年的消滅時效期間 但是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因為登記機關把人家登記錯了 這個實在是一個侵權行為 那是一個侵權行為 應該是用侵權行為的消滅時效兩年 而不是用十五年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教科書 這不需要說明 那再來就是五年的短期時效 各位看一下一百二十六條 一百二十六條 他說利息、弘利、租金、善良費、退職金 及其他一年跟不及一年的定期給付債權 其各期給付請求權 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那這個當然利息、弘利、租金 這個大家都看得懂 善良費也看得懂 那再來就是什麼叫做一年 不及一年 就是一年以內的定期給付債權 那所謂一年以內定的那種 定期給付債權是指的是說 它的期間少於一年 然後呢是Routine的 反覆一次一次一次給付的 這叫定期給付債權 比如說很簡單 薪水 薪水每個月都給付一次嘛 對不對 那這種薪水每次每次就是一個月一個月啊 或者說你去交那個保險費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這個就是定期給付債權的每一次的給付 那這個呢因為它時間比較短 所以時效也跟著比較短 所以它會薪水啊或者說年金啊 每個月每個月 那這個叫定期給付債權 那或者是這裡所謂的三兩費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好像說如果說這個配偶 比如說賈夫以妻 這在這個好像有一個見解啦 101年台上236 他說如果這個夫妻啊 他們約定 約定給付的那個 子女的撫養費 比如說他們離婚 他們有個A值 這個是離婚 離婚 那離婚之後啊 因為這個子女呢 先生太太啊 就是父母呢 都有撫養義務 那如果他呢 由他來撫養 他來給付付養費之後啊 那因為先生也要負擔一半 所以呢 他就去告他 說依照不當得利 179條說 孩子你應該養一半啊 怎麼會變成只有我給付呢 所以他依照不當得利呢 請求返還 這個一半 這個費用 那請求返還 一半的費用呢 因為當初啊 他這個 撫養費的約定的方式 是按月給付 他呢 這個假就抗辨說 不對啊 我們當初是按月給付喔 按月給付 一萬五千塊 那既然是按月給付的時候呢 這個時效呢 只有多少 只有五年 時效五年 就依照126條 五年的時效 所以你只可以要最近五年的 那五年之前呢 你就不可以要了 時效抗辨都是這樣抗辨的 就當 以來請求的時候 假如說可以 那我給你 最近的五年 五年之前呢 你不能要 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在十年後起訴 喔 的話 那他把孩子養了十年 養了十二年 最後他去要的只能要到五年 喔 這個就是 定期給付的債權 因為你們約定就是按月 每個月每個月再給 所以時效只有五年 而不是 十五年 喔 那這個 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在實務上另外一個 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 相當於租金的利益 這個在實務上非常多 而且呢 實務跟學說啊 正義不止 假呢 他是AD的所有人 他出租給某宜 AD啦 或者VU都沒關係 房屋出租也可以 他出租給某宜 這是陳租人 那在實務上呢 經常會發生什麼呢 是這個租起屆滿後 租起屆滿 租起屆滿後 這個陳租人呢 他不搬籤 他不搬 他繼續住 或繼續使用土地 好啦 那繼續不搬籤呢 這個假呢 就去告乙 請求什麼呢 請求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 那這不當得利是什麼呢 是 以啊 佔有 多少年啊 佔有14年的利益 那以佔有14年的利益怎麼辦呢 怎麼算呢 很簡單 法院都說 那以 以不當佔 這個不當得利啊 佔有 五卷佔有14年呢 他的利益呢 就是相當於租金 相當於租金的利益 相當於租金的利益 好 那當 這個 假起屬請求乙說 你要賠我 你要不當得利要還我 乙說我還你什麼 假說你還我相當於租金的利益 因為你當初民國80年 租到190年 租10年 你不是每個月給我租金嗎 對不對 那你從90年到104年 你又不給我 你當然要給我啊 給我相當於租金的利益 好 那等到這個 以來主張給我相當的租金的利益的時候 假啦 對以主張相當租金的利益 你就用哪一條抗辯 就用126條抗辯 說 對不起 五年 我最多給你五年 所以呢 我雖然在這邊無權佔有14年 但是呢 抱歉 126條說 只有五年 租金只有五年 所以我只要給你五年就好 那79年就 抱歉啦 你就只好我回家抱著免費哭 不然怎麼辦 這個 我這邊應該是179 蛤 179 對 179 不是1970 對對對 179 我是常常發生那個表示行為的錯誤 然後有無過失 所以趕快撤銷 趕快撤銷 還是有過失 有過失 有過失不能撤銷 你們就有點錯了 就稱慘啦 依照相對人可得期待的是 知道說陳老師錯了 所以我還是可以撤銷 好 好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適用這個 這個短期時效 這個一直是一個爭議的問題啦 那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大法官解釋 對不起 我們的最高法院 多數的見解 極多數的見解都認為 這個要適用126條 就是五年的時效 所以無權佔有 緩緩不當得利呢 他說既然是以前租金 是適用五年的時效啊 那你後來繼續佔有 那也是五年的時效 不是剛好嗎 所以 最好一直都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短期時效 有五年期間的 這個消滅時效的適用 可是學術上一直反對 學術上為什麼反對呢 因為 不當得利的請求權 是15年的消滅時效 他沒有特別規定 所以他是15年 那既然不當得利是15年 所以對任何無權佔有的人 假設同學你再去想 假設今天不是陳豬仁 今天是有一個人 無緣無故在你家佔有了15年 佔有了14年 你對他主張不當得利 到底是用請求14年 還是請求5年 他無緣無故跑進你家 你不要誤會什麼 因為剛好你不在家 那跑進你家住了14年 那你主張說你不當得利 跟他請求 到底是14年的不當得利 還是5年 應該是14年才對 對啊 所以不當得利的請求權是15年 所以不會因為這種情況而改變 那這個是學說跟事務爭議最大的 好 那麼這是5年的時效的一個問題 再來兩年的期間 這個兩年的期間 我們看一下127條 它下面有這麼多的請求權 都兩年間不行死的消滅 這麼多大家一個一個去看 這叫祖反不及備載 看完也會忘記 但是你大概要review一下 那麼其中一個最常 實際上比較重要的是那個 第7款跟第8款 對你們來講以後很重要的是 那個第6款 律師 所說當事人物件的交還 只有兩年的時效 因為以後你們都會去當律師 對不起 我念到哪裡去了 第5款也是 律師的報酬 律師報酬比較重要 第5款 律師的報酬只有兩年 記得要早一點去要 不然就要不到了 這第5個 然後在實物上比較重要的是 第7跟第8 第7呢 他說承懶人的報酬 只有兩年的時效 這什麼意思 摩夾 他是定做人 就是業主 乙是承懶人 他們之間有個承懶合約 那這個承懶契約 這個儀呢 對甲呢 有個報酬請求權 這個報酬請求權 只有兩年 就是說工作完成後 你可以開始請求報酬 兩年就要請求 這是報酬請求權 兩年 這是說工作完成 完成工作後 那這個兩年請求權 在實物上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啊 因為在那個大型的公共工程 大型的公共工工程 比如說你看那個 那個那個 蓋捷運 你看那個捷運站 比如說我們這邊 每個都有捷運站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捷運站的 那個捷運站 比如說他預估 五年要蓋起來 你知道我們那個捷運站 蓋多久嗎 每個捷運站 預估五年都蓋十年 然後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等到那個地挖下去 慘了 這邊又是路線 那邊又是管路 那邊是水道 那邊又是 什麼 什麼 電線 那邊是電燃 什麼都來 怎麼辦 所以就 就要找所有的這些相關單位去 去協調 所以搞了半天呢 他的那個 嚴攻非常嚴重 所以在那個 中大的那個公共工程 公共工工程合約 他經常都會一直delay 一直delay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本來預估捷運 蓋五年 結果一蓋蓋了十年 天啊 那十年 這差了六年 會有什麼變化 很簡單啊 物價會上漲啊 不是嗎 很簡單啊 我在那邊 人在那邊 每天那邊坐 坐坐坐 那每天在那邊開燈 會不會那個 費用會不會增加 會啊 所以物價會上漲 管理會不會增加 那個薪資也會 支付也會增加 全部都增加 全部增加怎麼辦 所以呢 經常啊 我們這個承攬的人呢 都是之後再打一個官司 所以這個叫做情勢變更 請求呢 增加給付 增加給付 報酬 請求增加給付 這個呢 是二百二十七條之二 你可以看一下 這叫情勢變更原則 可以看一下二百二十七條之二 他說 契約成立後 情勢變更 非當時可以預料 依言有效果 顯示公平 法院可以依 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 增減給付 這叫情勢變更原則 那這情勢變更原則啊 在實際上 討論最 重大的是什麼呢 是 請問這個情勢變更原則呢 它的時效什麼時候算 到底多久 因為 報酬請求權原本是兩年 假設 完工的時候是一百年 三月三號 算兩年 是一百零二年 三月三號 這是兩年的事 所以你一百零二年三月三號 你要起訴 如果今天他起訴請求 依情勢變更 是在一百零二年四月四號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爭議為什麼很大 因為 承染人起訴的時候都說 對不起 我依照情勢變更原則 來請求這個增加給付啊 這個是另外一個權利 所以這個呢 要 從完工後 他適用的時效 是一般時效十五年 又不是兩年 所以我即便是 一百零二年四月四號 起訴都OK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問題一直爭議很大 那最後呢 我們最高法院 採取的見解 我覺得是 對的 最高法院呢 在這個 99年 台上 843號 他認為說 這個情勢變更的這個判決呢 他所要適用的這個消滅時效期間 應該依原來給付的性質 什麼叫依原來給付的性質 就是他這個情勢變更既然是在請求報酬給付 那就要依原來給付的性質就是這個 期間就要應該這個 這是合理的 換言之 情勢變更原則 他所增加給付的這個判決 要看看他 依原本給付的性質是什麼 就是什麼 如果他原本的性質是 買賣的 價金的給付請求權是一個15年 那當然就一15年 那如果是一個報酬請求權兩年 那就一兩年 這是合理的 不應該因為情勢變更原則之後 改變了那個 原本給付的性質 所以最好看這個見解我覺得是對的 那以前 學術上有很大的爭議 那我想最好看這個看法 是一個不錯的看法 好 那麼這個是在 報酬給付請求權 這種官司你們 一般當律師不會打得到 你要到那個大事務所 才會打得到這種官司 因為這個都太大了 那接著我們來看那個 127條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更有趣的是 就是那個第八款 就是商人所供給商品的代價 這個商人所供給商品的代價呢 這個最高懷疑是從嚴解釋 為什麼 因為時間太短了 我們前面在舉那個買賣契約都是15年有沒有 請求嫁金給付就是15年 你賣土地給人家 賣房子給人家 你15年內都可以跟人家請求嫁金 結果他竟然這裡規定說 你商人的代價只有兩年喔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 夾是電腦公司 那儀呢 是消費者 就買壽人 他買賣一台電腦 買賣電腦 買賣電腦 買賣電腦的時候這個 假對儀啊 這個367條的 價金給付請求權 這個依照呢 127條的第八款 兩年內要主張喔 這是兩年的短期時效 兩年的短期時效 換言之 這個電腦公司在賣東西 賣他的電腦的時候 跟一般人在賣土地賣房子 是不一樣的 或者一般人賣車 比如說假如果不是電腦公司 假是賣車 是你把車子賣完了給對方 你的請求權幾年 15年 因為你不是商人嘛 對不對 你不是商人 你把自己的車中古車賣給人家 你的試用 如果今天這個是賣中古車喔 假呢 他是一般的人 他非商人 如果他是非商人 去賣中古車的話 這一個試用的時效是15年喔 可是如果你是商人 賣你商品的代價變兩年耶 喔這個差太多了吧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最高好一直在限縮 限縮這一個解釋 限縮這個規定 他怎麼限縮 他說第一個 這一定要是商人 如果不是商人不算 第二個 這一定要是日常頻繁的交易 如果不是日常頻繁交易 也不算 第三個 這個一定要是商品 營業的商品 如果是身材器具 也不算 身材器具也不算 所以你看 第四個 不動產 也不算 第五個 船舶 也不算 所以你看他一直把他化開 有沒有 我剛剛講的 一定要日常頻繁的交易 不然不算 一定要商人 非商人不算 一定要日常頻繁的交易 否則不算 第三個 一定要是那個 營業的商品 才算 如果是身材器具 也不算 第四個 不動產也不算 第五個 船舶也不算 太大了 所以他一直在把他限縮解釋 限縮解釋 那這個是 大家要知道的 那這一個案子 在 102年這個案子裡頭 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除了最高航運 限縮那個商人的 代價的這個 要件之外 它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是這樣 是你去看 假象儀 主張367條 主張嫁金給物請求權的時候 以可以用時效抗辯 倒過來 以對假主張348條 也就是說 今天假去跟電腦公司 去跟消費者說 大哥 上次你給我買電腦 18塊沒有給我 請你還給我 然後電腦公司 那個買的人說 是嗎 不是超過兩年了嗎 所以對不起 明法125條 14 14條 時效抗辯 然後他說 哎呀謝謝你提醒我 請你把電腦交給我 比啊 就說你把 因為我不用給你錢了嘛 我不用給你錢 然後說你把電腦給我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我有348條權力 那假如說 那 我能不能用127條抗辯 不可以 因為這一條是適用125條的 15年 所以呢 你買的人就很高興說 電腦公司老闆 感謝你 提醒了我 原來你電腦還沒給我 請你把你電腦給我吧 而且不會理於消滅時效 因為消滅時效是15年 所以它兩個適用的消滅時效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 的確是適用125條 假不能夠用時效來抗辯 那怎麼辦呢 最後唯一的辦法是什麼呢 唯一的辦法是 唯一的辦法是 假只能用什麼抗辯 只能用264條 就是同時履行抗辯權 然後我已經不能主張消滅時效啦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當假如果依照125 不不不 因為這個適用125條嘛 所以假不能用 假不能用127條來主張 但是假唯一主張就是 同時履行抗辯權 那麼這個是 也是我們最高法院的 採的見解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94年台上431號 好 好 那麼這個是 這個 短期時效啊 你要注意到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看那個消滅時效的起算 消滅時效的起算 各位看一下128條 他說消滅時效是請求權可以行使的時候起算 那重點是什麼叫做可以行使的時候起算 那麼消滅時效可以行使的時候起算 各位同學你一想啊 這個時效期間是法定規定好的 15年啊 兩年啊 五年啊 都規定好好的 所以它是不會變的 它唯一會變的是什麼 是前面 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什麼時候開始算 如果往後延 它就會跟著往後延 它不能往後延 它就不會跟著往後延 所以消滅時效的起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什麼時候開始算 128條告訴我們說 從請求權可以行使的時候起算 所以原則上呢 如果沒有約定期限的債務 那契約一成立的時候 債權一成立就開始起算 那如果有定期的時候 當然是從期限屆滿的時候開始起算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可以參考315條 就是債務沒有定清場起的時候 債權可以隨時請求清場 所以一開始就可以起算 那起算的標準 起算的標準呢 有所謂的主觀說 這128條 有所謂的主觀 主觀說跟客觀說 那我們的實務的見解 一直都認為要採客觀說 所謂的客觀說 他認為呢 這個消滅時效呢 從可以行使的時候是起算 這是客觀上來決定的 那客觀上來決定呢 他就分成說 到底是法律上的障礙 還是事實上的障礙 如果是法律上的障礙 那就不起算時效 如果是法律上障礙的話 這個可以不起算這個時效 如果這個是事實上的障礙呢 他會繼續算 他會起算這個時效 那什麼叫事實上障礙 比如說債務人說 債權人說 我不在家 我生病了 沒有辦法去侵使權利 這些都不行 你生病是你的事啊 你不在家是你的事啊 這些都不可以 那什麼叫法律上的障礙 這個非常少 我們法院認為 法律上障礙使得 時效不起算 這個非常少 那唯一的是什麼呢 比如說你的支票被檢察官扣押 以至於不能行使 支票或本票被扣押 那這的確沒有錯 你的支票本票被扣押 就被拿去 被拿到法院去 鎖在那個檢察官的辦公室 你怎麼去行使啊 所以這個支票本票被扣押 這個是法律上障礙 除此之外太少了 幾乎沒有法律上障礙 那至於事實上障礙 我剛剛講的生病不算 不能指斷時效 不能指斷時效 不在家也不可以 還有權力存在之不知 這太有趣了 這個好像說的 權力存在之不知 就是我不知道有權力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 構成一個法律上的障礙 我說對不起 這個債權人說對不起 人家欠了我錢我先來忘了 或者說人家竟然欠我錢 我不知道 比如說做生意嘛 教育網來一大堆 我不知道說對方欠了我後患 後來我才知道 經過呢 我這個 因為我這個什麼秘書 都沒有好我做 會計沒有好我做帳 我都不知道 到了最後換了一個會計 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所以權力之不知 就不知道權力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 讓時效停止起算 就是不開始起算 最快來說 NO 這個也是事實上的障礙 你不知道權力是你的事 好啦 那可是啊 我們最高發現 在少數的判決裡頭 在少數的判決裡頭 他認為說 應該啊 對這個權力是不知 如果真的不知道的時候 真的可以讓他不起算 所以才主觀說 所以呢 在很少數的判決裡面 最高發現說 權力人必須要窒息 其得行使權力 所以他必須窒息 所以所謂的主觀說 就是窒息啦 窒息 窒息他可以主張權力的 才可以 如果他不知道了 就不可以 那麼這個是 最高發現在很多判決 其中像95年 台上1607號 他是說 你不知道 那是可以原諒的 那這種呢 是非常少的喔 非常少的 那麼我看過很多判決 大部分這種 從窒息的時候起算 一開始是發生在什麼呢 就是發生在那個 那個兩岸啊 隔離很久嘛 那很多很多人是在那個 就是我們這邊開放之後 兩岸開始交流之後 就從大陸跑回來很多 回來台灣繼承 就因為當初有一些台灣人 跑到那邊去嘛 那邊去就沒有回來繼承 那結果等到這個開放之後 他才砰全部跑回來 然後開始主張那個什麼 繼承回復請求權啊什麼 然後結果這邊的兄弟姐妹都說 那已經太久了 下面時間都過了 那在那一類的案子裡頭啊 最高法院就說 對不起 他根本不知道他也無從行使 客觀上無從行使 他也不會知道 他開放才知道說 原來他的父母已經都過世了 所以那一類的案子啊 才會發展出這裡 所謂的主觀說 但我要再講一遍的 就是我們的 極大多數的見解 都是採取客觀說 就是基本上 即便在於全人 我們不知道權力存在 時效仍然進行 這是原則 只有在極少數的例外的時候 你們可以去看例子 在教科書上有 即便在 只有在很少的例子啊 那麼才會 主張 才會讓時效啊 不開始起算 好 那麼這是關於啊 時效起算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二個問題是 他在借貸契約 一直都有爭議 在借貸契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甲跟銀 借錢 這代與人 這借用人 這代與人 那假設呢 他們是在 比如說 這個九十年 五月五號 借貸 甲跟銀借錢 可是 沒有約定清廠期 沒有約定清廠期 也就是呢 甲去跟銀借錢的時候說 我跟你借三十萬好不好 銀說好啊 那甲說 那我跟你借這三十萬 什麼時候還呢 儀說 啊 兄弟 不用說啦 後來再說啦 就這樣 就是 好兄弟 這種事情說這個幹嘛呢 翻譯成中文好像是這樣嘛 所以呢 甲跟銀借錢的時候 儀說 這個以後再說啦 沒有約定清廠期 這個很多啊 好 那問題來了 你看 沒有約定清廠期 這個借貸契約的消滅時效 沒有特別規定 所以是十五年 隨時十五年 那問題來了 如果他是在 一百 一百零三年 六月六號 去催告 催告他 不不不不 他去催告他 戴維仁 在一百零三年 已經隔了多少年了 十三年後 十三年後 他去跟他的朋友講說 大哥 你上次跟我借三十萬 我們已經年紀這麼大了 看什麼時候還一下吧 如果你不還 以後一定不是我跟你吵 一定是我兒子跟你吵 不是我兒子跟你吵 對不起 講錯了 是我兒子跟你兒子吵 我女兒跟你女兒吵 為了避免以後他們吵 所以我們先吵 都是這樣不是嗎 就是這樣 說我們老了 解決解決吧 所以他在一百零三年六月 就要跟他講說 你還吧 不然以後我們孩子 一定吵在亂成一起 一定會吵架 好啦 就催告之後就 只要也沒有還 沒有還 又隔了一陣子 不好意思 也不好去告他 結果他又慢慢變老了 所以只好 因為一直都在老 只好在一百零八年 八月八號去起訴 大哥我真的不告你不行 因為我今天不告你 明天就是我兒子告你兒子 我的病免 我的兒子告你兒子 所以我現在只好告你 對不起 一切都是我們造成的 所以我們這一代要做個了結 故事都是這樣演的不是嗎 八點檔聯繫劇都是這樣 這一代要做個了結 所以他就告他了 請問 這樣到底有沒有理消跟實效 這個 他在起訴之後 他說他一定抗辯嘛 說對不起喔 125加144 15年過了 所以呢 我拒絕旅行 為什麼15年 從90年到108年 不是超過18年了嗎 當然呢 就過了啊 不然怎麼辦 結果以說不對 應該從這一天算到這一天 我當初跟你催告的時候 到現在才隔五年耶 我已經忍受你五年了 你現在不給我再只好起訴 結果你竟然用在那抗辯 實在讓我傷心 傷心 傷心 人生到最後都有點傷心 哪一個對啊 所以這個問題會涉及 這種沒有定清長期的借貸契約的消滅實效 到底是從契約成立時開始算 還是從催告才開始算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依照你法315條的規定啊 那個沒有定清長期的話 你是可以隨時請求清長的 所以照說消滅實效 是要從那個債務成立的時候 就開始起算 那如果依照315條的話 要從90年開始算 算到108年 那就大家算 對不對 5年了 15年就過了嘛 但是你沒有催告啊 那假如說你沒有催告 我怎麼知道要還你啊 那這個呢 會涉及什麼規定呢 就是478條 你看一下478條 478條呢 就是借用人呢 應在約定期限的緩緩借用物嘛 那他說 規定緩緩期限者 借用人得隨時緩緩 但與人可以定一個月以上的期限 催告緩緩 所以478條 這是催告嘛 478條說要定一個月以上的期限催告 那才可以請求緩緩 那你沒有定催告呢 你是不可以請求緩緩的 所以 就是依照478條的規定 所以我們最高法案說 OK 那對不起 催告之後呢 才開始起算時效 所以是從這個時候 128條起算 因為沒有催告的時候 無從起算 因為不能請求緩緩 你一定要催告才可以請求緩緩 那所以要從催告之後開始起算 所以各位同學你知道嗎 最高法案這種 見解的結果會怎樣 就是 留給子子順順去吵架 懂嗎 你們都沒有感覺 因為你們實在太小了 你們這些baby 小朋友 你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 留給子子順順去吵架 以後反正呢 沒關係嘛 30年後 讓他們子順去吵 反正都不會理消滅時效 這個是借貸契約 你們都知道的 那至於債務不理行 我們已經講過 我們就不再講了 最後我們來講這個 時效中斷 時效中斷當然很重要 我們看這個消滅時效中斷 你看129條 129條他說 消滅時效 因左列事有的中斷 第一個要請求承認起訴 這叫時效中斷 時效中斷會怎樣 時效中斷會怎樣 各位看一下 137條 你看137條 他說 時效中斷者之中斷之事有 終止時重行起算 所以時效中斷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會讓時效重新算 我們來舉個例子 假設呢 假呢 這是 在全人 那這是債務人 那這是債務人 債務人 好 假設這是貨款 兩年時效 我們用兩年來舉例子會比較好舉 因為如果用15年貨 一下子就要15年15年 人生過得太快實在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以兩年的時效來看 貨款 這是商人這樣 不不不 那邊是商人 好 那假設這個是成立在 比如說95年5月5號 5月5號 這個是那個給付期 假設是這樣 那算兩年的話呢 是算到97年的5月5號 這個是時效屆滿的時間 這兩年 這兩年就這樣算 5月5號到5月5號 那你說為什麼不是5月5號到5月4號呢 因為我們那名牌有一條規定就是 死日不算入 這在那個期間裡面有 這個你們要知道 你看一下那個120條 這個起算日 120條第二項 以日 星期月年 定期間者 起死日不算入 所以第一天不算 所以是從第二天開始算 這個你們要知道 所以它是從5月6號 算到5月5號 剛好滿兩年 好 再來第一個 什麼叫請求 請求是只要今天夾 去跟乙 表示履行債務的意思 就叫請求 比如說他請求 他在什麼時候呢 他在96年的6月6號去請求 那這個 所謂的請求很簡單 是只要夾跟乙講說 抱歉喔 你欠我錢 請你還我 OK 就請求 或者是說 乙當初有開支票 因為這是商人嘛 他有開支票 結果夾呢 去把那個支票提示付款 那就算請求 去提示付款 所謂提示付款 就是去押票 去拿到銀行裡面去存 說我要提示 那只要我存進銀行 那就算請求 所以請求只要我跟他表示說 你要給我錢 就是了 不管去 押票 或者是 如果是本票的話 去申請強制執行 如果今天假有一張儀的本票 我本票拿去法院 申請強制執行 就算請求 它就會馬上產生中斷時效的效果 所以請求不一定要像 趙薇人 你去申請強制執行 那就已經請求了 那請求之後就會算兩年 然後就扑扑就跑到這裡 就98年6月6號 就重新算兩年 這叫時效中斷 所以這樣的話它會中斷 中斷的時候 它就重新起算兩年 就是這樣算 可是啊 你去看我們那個 你規定啊 他說 你看130條 他說 時效啊 因請求而中斷者 如果在請求後 六個月內不起訴 事為不中斷 所以他說 欸 對不起喔 你這個請求呢 你最多只能六個月 就是到 96年的12月6號 你必須去起訴 如果你沒有起訴的時候 這一個呢 就事為不中斷 就是這個中斷的效率 就不見了 那依照這個130條 規定是什麼意思 是OK 你96年6月6號 直到96年12月6號 可是你原本的時效 是什麼時候 是97年5月5號 才戒滿嘛 所以這個請求 對你來講有沒有意義 就中斷時效而言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因為你不會超過這個日期 對吧 所以請求會有意義 就中斷時效而言會有意義 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97年5月5號 往前推半年 才有意義 所以 倒過來 假設他今天是在 97年4月4號去請求 假設是這樣 那你 97年4月4號到5月5號 只剩一個月 可是你會延長為半年 所以這時候會變到 97年的 11月4號戒滿 原延長半年 這樣清楚吧 我有沒有寫錯 半年10月 半年10月 對 你們適合念化學系 好 10月也不是11月 糟糕 半年10月 所以你看他請求 一定要是在那個 時效借滿前 往前推半年內 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 請求沒請求是一樣 很清楚嗎 好 這是請求比較簡單 再來是什麼是承認 時效的承認 比較單純 他沒有這個規定 我們現在把它換一換 時效的承認 不是本來的請求 是債券人去請求 去請求 可是時效承認不是 時效承認是 你來對假承認 對假承認 也就是說 假設今天假 去跟乙講說 你上次還簽我10萬塊 那個買電腦的錢 為什麼還沒給 乙就說 對不起對不起 我兩天後給你 這個叫承認 所以承認很簡單 人家跟你請求的時候 你也可以承認 如果今天假跟乙講說 那你10萬塊 為什麼兩年 之前跟我買的電腦 為什麼不給我啊 他說為什麼不給我啊 然後 你就默不吭聲地 默默地走掉了 那這樣的話就不發生承認的效果 清楚嗎 所以以後債券人跟你要錢的時候 你要怎麼說啊 默默地走掉 默默地走掉的時候只有請求 沒有承認 那如果你跟他講啊 沒問題沒問題 我會給你 這就承認 知道嗎 所以記得了吧 要默默地離開 因為債券人一直在錄音 他要看看你有沒有講出那一句說 好好好我會給你這樣子 那這承認就完全不一樣喔 承認假設說這個是96年的 96年的8月8號承認 他就真的延長兩年喔 到98年的8月8號 沒有其他什麼起訴的限制了 就馬上延兩年喔 那兩年 如果你兩年期間又去承認 就一直延下去 這都沒有問題 好那承認比較有問題的是什麼呢 承認比較有問題的是 我們剛剛看的這個承認啊 是在時效屆滿之前承認喔 那這個依照一百二十 我剛剛說一百二十九條 這會中斷時效 中斷時效 那比較有問題的是什麼呢 是如果他今天不是在 時效屆滿前承認 是在時效屆滿後 以什麼時候去承認呢 是在97年的6月6號去承認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時效完成之後才去承認 那這樣會不會發生承認的效果啊 會不會發生承認的效果 那最高法案說 說OK 你這是時效完成後啊 所一直承認 如果呢 這個 以啊 他不知道時效已經完成 我根本不知道 應該先講知道好了 知道比較單純 我們最高法案的見解很多 他說如果你以他明知 是時效完成 這個儀已經知道 時效已經97年5月5號已經時效完成了 結果儀又去跟賈講說 對不起喔 我上次欠你錢啦 那我隔幾天晚吧 是在時效已經戒盤之後 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是非常有講義氣的人 然後他是一個因實的商人 所以他說我去跟你承認 那明知時效完成 再去承認呢 最高法案說 這很簡單 這個呢 就視為啊 拋棄時效利益 你知道了你還去講 還去承認 這是拋棄時效利益 那這個拋棄時效利益規定在哪裡呢 各位你看一下那個147條 147條 他說啊 時效期間呢 不可以以法律行為啊 加長或減短之啊 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 所以呢 依照147條的規定 時效利益是不可以預先拋棄的 那如果是時效完成後我再去拋棄 也可以啊 所以這個呢 依照147條的反面解釋 這個 這個好像說啊這個可以 這個你明明知道時效已經見滿 你還去跟人家承認啊 對不起 那你就拋棄時效利益 那如果已不知道呢 那已不知道 時效也完成 竟然在時效完成後去承認 這個好像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呢是什麼 是單獨的行為 單方的行為去承認 單方行為的承認 如果是單方行為的承認 就好像說 這個你根本不知道 已經過了時效 而且你是單方行為承認 這個呢 不深啊承認的效力 不深中斷的效果 時效中斷的效果 也就是 這個好像在很多很多判決裡面啊 都講說呢 這個所謂的承認啊 必須是在時效完成前的承認 如果是時效完成後的承認 是不深承認的效力的 不深承認的效力的 除非 他說除非以契約為之 哇哭喔 契約 什麼叫以契約為之呢 是你再去跟人家訂個契約 說我承認啊 我願意負擔這個債務 雙方簽名 用契約為之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你看一下144條 你看144條的第二項 他說 請求權呢已經時效消滅 債務人能為旅行之幾戶者 不得已不知時效為理喔 請求翻翻 144條第二項呢 我要再補充說明一下 144條第二項是說 如果今天已經時效完成了 在97年5月5號 時效借滿了 宜自己跑去旅行 說我把錢給你 給你之後能不能 今天夾 今天夷呢 如果去旅行之後 旅行債務 他去旅行債務 比如說給付 這個10萬元 之後他才說 糟糕了 時效已經完成了 我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再去起訴 依照179條 不當得利說 放給我 可不可以呢 我們說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 陳如我剛剛說的說 這個債權還是存在的 債權能難存在 所以債權能難存在 就不會構成不當得利 所以這個就是 144條第二項 它的規定的原因 所以你看144條第二項 不是說嗎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 債務人能難為旅行之幾 不可以不支持 消滅的請求法 這時候不會 過程不當得利 因為債權能難存在 債權能難存在 只不過呢 這個假的請求權 消滅不能行使而已 OK 好 那回到這裡來 所以144條第二項說 第二項它後段又講 它說啊 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者 一同 所以以契約承認 一同 最靠反應說這個時候 你用契約去承認 會構成什麼呢 會構成無因的債務約束 會構成無因的債務約束 所以 他說 蛤 這個 你知道了 你如果單方行為 也是不深承認的效果 你用契約為之 對不起 你會成立無因的債務的 對不起 它是說無因的債務承認 無因的債務承認 這是以契約為之 會變成無因的債務承認 好 那麼這個是 就是 時效完成後的承認 所謂發生的效果 那 我剛剛講說 最後 有一個問題 在實務上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協商 他是這樣 就是賈人跟乙女通姦 那這個是他的先生 那這個是他的太太 那麼通姦之後 各位知道這個先生 對這個 這個男生 通姦叫小王 那這個 去跟小王請求損害賠償 是依照184條 184條就是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請問一下這個 小王侵害的這個先生 什麼權利 身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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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什麼叫身分權 就是夫妻之間的權利 以前有人講說 這是親愛使用權 還是有人說 這個是親愛那個專利權 Anyway 我們最高法案後來講說 這個是親愛一個夫妻 圓滿共同生活的利益 這很好玩嘛 叫夫妻圓滿共同生活的利益 所以呢 這個會構成親愛行為 沒有問題 好那假設說 假設說 這個他們通姦的時間 假設是在98年 5月5號 那通姦之後呢 這個先生就窒息了 他很厲害 他就抓到了 就抓到 所以那天就知道 那天知道呢 這個是一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它消滅時效是有規定的 你們看一下197條 197條你看 他說 因侵權行為所生的損害賠償請留權 至請留權人 只有損害跟賠償一位人時期 兩年間不行時的消滅 所以 既然是兩年間不行時的消滅 那你以98年5月5號的話 那你的消滅時效兩年就到100年的5月5號 這是他的時效戒滿 這是時效戒滿 那這個時效戒滿 時效戒滿之後 假設今天呢 他呢 丙跟賈呢 他就談判協商 最後呢 他在什麼時候去起訴呢 他在101年的2月2號去起訴 去起訴 那去起訴呢 這個賈就會抗辯了 說 對不起喔 這個時效期間經過了197條 兩年時效期間經過 所以 不可以 已經超過消滅時效 那 這時候先生的答辯經常是什麼呢 是說 不對喔 當初他們兩個在協商 協商到什麼時候 在協商的時候呢 這個在100年 這個 100年5月5號 好 在100年的 4月4號的時候啊 這個賈還曾經承認 他說 不對不對 因為你在協商的過程裡面啊 你有去承認說啊 你有跟這個我太太啊 通姦的事實 所以呢 是承認的 那如果承認的時候 要重新起算兩年 所以是到102年 好 4月4號 這個時候才屆滿 時效才屆滿 所以他會跨過我起訴的101年2月2號 好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頭 會設計一個爭議就是 那協商期間的承認 之後協商破裂 這協商破裂 到底 當初的那個承認還存不存在 好 那我們最高法案說 我們最高法案在很多判決都講說 這個協商破裂之前的承認 是 就發生承認的效力了 不管協商成不成功 即便協商破裂 那你的承認 還是發生承認的效果 還是有中斷實效的效果 各位同學你想啊 在這種案子裡面 夾跟餅在協商他們在談什麼 他們在談什麼 對嘛 他們在談賠多少 他們會不會去談 到底你有沒有跟我太太通姦 會有人這樣談判的嗎 也就是說 丙去找甲談判 甲來說來我們先來談談看 我有沒有跟你太太通姦 那都已經被抓到了 還是說甲就跟丙講說 我沒有跟你太太通姦 我到底要賠你多少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 我們只來談價錢 這個不太可能 所以談價錢的前提 一定是承認通姦的事實嘛 所以這個法案就是說 OKOK 那你既然有承認 你就應該啊 重新起算兩年 所以人家20 101年2月1日起訴 這是OK的 沒有你消滅實效 因為實效中斷 所以從這個例子 各位可以知道 尤其是各位男同學 要知道就是 如果你是假 你當小王的時候 就跟人家談判 你要怎麼講 你要跟人家講說 我沒有跟你太太通姦 然後我們來談 賠多少 就我沒有承認 然後呢 到底要賠多少 那當然人家會說 你在講什麼這樣 好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要讓各位知道 就是談判破裂呢 不會影響那個承認 本身中斷實效的效力 那麼他的實效會因而中斷 那因而延長 好 那麼這個是承認 在實務上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啊 關於那個實效 完整後可以拒絕旅行 還有呢 我們剛剛看到147條 是不是 我們說這個實效啊 不可以先拋棄實效利益嘛 那在實務上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協議拋棄實效抗辯權 這個很重要 什麼叫協議拋棄實效抗辯權呢 比如說賈跟儀 然後這個債權人 債務人 然後他們呢 這個在 雙方在協商 那在實務上 在進行協商的時候 經常那個協商過程都很長 都會拖 拖很久 那拖很久呢 假設那個實效期間是兩年的時候 一拖就過了 一拖就過了 所以他們會怎麼講呢 他們說好 那我們這樣子 我們先協議成立說 這個 這個 賈呢 他放棄 這個實效抗辯權 放棄實效抗辯權 讓我們繼續談判 然後呢 繼續談判 因為如果說 如果你不放棄那個實效抗辯權的時候 那個實效一過啊 就不行 那一過不行的時候 這個假呢 經常會逼的假趕快去起訴 他不起訴實效就過了 這個很多 好像那個 以前的那個公共工程很多都是什麼 都是他們去申請那個調解 他法律規定一定要申請調解 結果你知道嗎 申請債權人就是那個廠商啊 申請調解跟政府調解的時候 調解到一半的時候 糟糕實效快過了 那實效再過了很多廠商不知道 他想說我再跟你申請調解嘛 所以呢 這個等調解結束再說 結果等到他調解結束的時候 哇糟糕調解破裂 調解不成立 調解不成立呢 他去打官司去告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就說 不好意思喔 這個是呢 兩年消滅實效報酬請求權嘛 剛剛不是講的嘛 承認報酬請求權啊 兩年所以他就抗辯 實效抗辯 廠商就完蛋了 這個是常常發生啊 所以怎麼辦很簡單 債權人就說 我們先寫一下債務人 不是假啦 疑啦 疑呢 就是債務人拋棄 你拋棄實效抗辯權 你不要做實效抗辯 不要逼得我去告你 這個在實務上會有 那這種 這種目的是為了繼續談判 會超過兩年 所以他們就只好說 你債務人你放棄實效抗辯權 我們繼續談 談出個結果 談不成了我再來告 結果經常是談完的時候夾 就談判破裂嘛 這又是一定是破裂 談判破裂啦 或者那個我們經常呢 就是調解不成立 在實務上好多啊 都是調解不成立這最多 調解不成立之後去起訴 那等到調解不成立起訴之後呢 這個債務人呢就用實效抗辯 就實效抗辯 用144條第一項 他用實效抗辯 這個在實務上很多都是這樣 那當他用實效抗辯的時候 賈會說你當初不是跟我講 你要拋棄實效嗎 然後儀會怎麼講 儀會說對不起 我這個拋棄實效抗辯是無效的 為什麼 147條說的啊 不得預先拋棄實效的利益啊 所以這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所以我這個拋棄沒有用 你看怎麼辦 那各位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是債權人 你會怎麼認為 我本來要告你 那是因為你同意不做實效抗辯的時候 我繼續願意跟你談和解 跟你進行調解程序 等到調解結束了 破裂了不成立了 我再來告你 你結果又說 你當初答應我的這個什麼 拋棄實效抗辯 是不算數的 是違反法律規定 那我怎麼辦 這不是會陷入困境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還好我覺得這個 最高法案真是很聰明啊 最高法案呢 在我們書裡面有 在那個95年台上啊 1087號 這95年台上啊 1087號啊 他說 他說這個債務人行使實效抗辯權 違反誠信原則的話 是一個權力的不法行使 應與禁止 所以他說 他說不管這個債務人 債權人起訴前起訴後啊 跟債權人協議拋棄實效抗辯權 那麼應該有拘束 兩兆跟法院的效力 如果你違反這個協議 再做實效抗辯 這是違反誠信原則 所以最高法案說 對不起你這個實效抗辯 違反誠信原則 所以不可以 你不可以再做實效抗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判決 這是一個很好的判決 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決 那各位同學也知道 就是說等你以後 如果以後當律師 你是債權人這邊 跟債務人這邊談判的時候 你為了讓那個調解程序 能夠繼續走下去 你就記得要寫這個 記得要讓他先寫 讓債務人先寫這個 說同意拋棄實效抗辯權 這樣的話才可以保留那個實效抗辯權 才不會以後被實效抗辯權掐住 那你就可以好好去談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實際上的一個判決 你們要知道 好 那麼這個是關於那個實效的問題 那我想其他的關於 至於後面的那些實效不完成 實效不完成的概念 你知道 至於 對不起 還有一個起訴忘了講 起訴忘了講 要再講起訴 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再用這個例子來看起訴 起訴 起訴它會中斷時效 比如說今天如果夾對於起訴 他在96年6月6號起訴 96年6月6號起訴 這個起訴期間會打很久 他會打很久 打到什麼時候呢 比如說判決確定 是在比如說100年8月8號 打了4年的訴訟 一路打 打到100年8月8號 確定 那確定之後呢 賈就可以拿了這個 裁判的確定書 去跟乙的財產查諷 拍賣他的財產 這沒有問題 那如果打完官司之後 乙還是沒錢那你怎麼辦 乙還是沒錢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你們要知道的 就是當判決確定乙還是沒錢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執行 要去執行 你如果不去執行的時候 這一張確定判決書幾年有效 重新起算 因起訴而中斷時效 你看一下137條第二項 他說 因起訴而中斷的時效 至受判決 確定判決時期 重行起算 那麼經確定判決的請求權 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 因中斷而重新起算的時效期間 為五年 為五年 所以在訴訟 這是訴訟過程裡面 不管打多久都不算了 都不再去算時效 所以這一段期間 實質上是時效是停止的 這一段期間時效就停止了 都沒有動 那時效停止一直到確定的時候 不管他打幾年打四年也一樣 確定的時候 重行起算五年 五年是到105年的8月8號 重行起算是五年 而不是兩年 它本來是兩年的時效 所以重行起算是五年 那如果本來的時效是15年 重行起算就是15年 重行起算是15年 那短於五年的就是算五年 原因是因為已經判決確定過了 所以比較明確的就是這樣 那這裡你們還要再學一個東西 學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如果你判決確定了 你去執行 結果債務人沒有財產怎麼辦 這時候法院會發給你一張 叫做債權證書 這叫債權憑證 就是債權憑證 就是你去執行法院 去申請執行 強制執行 結果強制執行 結果搞了半天債務人沒有財產 債務人沒有財產 債務人沒有財產 法院就說不好意思 我無能為力 所以我就發一張職 這張叫做債權憑證 帶回家 好好保管 每天放在心上 拍三下 可能有點效果 但是可能沒有什麼效果 今天做看看 叫做祈禱 那這個債權憑證 意思是你隨意死 以後不用打官司了 你拿張債權憑證 只要一發現債務人有財產 就馬上可以強制執行 不用再打官司 它的功能是這樣 這叫債權憑證 那債權憑證 會不會離於消滅時效 答案叫會 會喔 就五年到了 你知道債權憑證都沒有去執行 或是執行都沒有效果 一樣離於消滅時效 你說那產生那你怎麼辦 很簡單 五年到到105年818後 再去申請一次 你去申請強制執行 沒有效果 它就再發給你第二張債權憑證 所以你就慢慢可以去累積 就累積有點像你去那個7-11 不是都喜歡集點嗎 你現在就可以 慢慢累積債權憑證 然後你家裡就慢慢貼滿很多債權憑證 當币值 當币值 那你家的币值就很有價錢 這樣很有價格 每張都是五百萬五百萬這樣 每張貼這樣 很漂亮但沒什麼用 這叫債權憑證 這樣懂嗎 所以啊 以前像我們在當律師的時候啊 這個 像這種 打官司債權人要告債務人 我們第一句話都會問 債務人有沒有財產 債務人沒有財產 你就不要打了 為什麼 因為打完了之後就是 就是開始收集債權憑證如此而已 那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所以你要每五年去申請一次 每五年申請一次 不然的話就 那張債權憑證就離消滅時效了 好 那麼這個是消滅時效的問題 我們真的把消滅時效講完了 恭喜大家 學習很多 那最後呢 那個我在講一個條件的概念 那就不考了這樣 所以下面你們可以比較快樂一點 不要用一種非常悲傷的眼光看著我 好可怕 那個條件 條件跟極限我要跟你們講兩個概念 然後基本這個概念 你們看一下九十九條 沒有九十九條 九十九條啊 他說 這個 負停止條件的法律行為 以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負解除條件的法律行為 以條件成就時施其效力 所以我們條件的分類有各種分法 最基本的分類方式叫 負停止條件 跟負解除條件 那條件呢 跟要跟一個概念區別 是期限 你看一百零二條 負時期的法律行為 與期限借制時發生效力 負中期的法律行為 與期限借滿時發生效力 所以第一個 你要弄清楚 條件跟期限的區別 怎麼區別 這是基本概念 條件呢 它是細於 把那個法律行為的效力 細於一個不確定 會發生的事實 所以它的特色呢 是那個事實 會不會發生 不確定 這叫條件 比如說 比如說 我跟你講說 如果你期末考 民總考 期末考考九十分 我就送你一本書 那你期末考會不會考九十分啊 客觀不能 這叫不能條件是吧 那很有意思喔 這個就是不確定 你會不會考九十分 不知道 這個叫做條件 而且呢 是 這個條件是 到時候你成就的時候 我才給你 贈予你一本書 所以這叫做 負停止條件的法律行為 那更有趣的是 你們剛剛說 老師你不要開玩笑了 這叫不能條件 就是根本不可能發生 所以呢 這種 停止條件 負的條件 竟然是一個不能條件 這根本無效 因為等於不可能嘛 但是不要相信 不要認為這是不可能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 是有效的 很清楚嗎 這個叫做 負停止條件的法律行為 那負解除條件的法律行為 倒過來是 我今天送你一本書 如果你期末考不及格 你還給我 這叫負解除條件 就是我今天 契約已經生效了 契約已經給你了 但是事後如果條件成就 它會消滅掉 它會消滅掉 這是負解除條件的法律行為 那條件第一個概念 我剛剛講的 就是要跟期限做區別 期限 我剛剛講條件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事實是否會發生是不確定的 期限是剛好顛倒 期限是必然發生的 必然發生的事實 比如說 除夕年過年的時候 我送你一本書 除夕年一定會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必然會來 這叫做期限 那比如說 明年 那如果我說 明年杜鵑花開始 我送你一朵花 請問這是負什麼 是條件還是期限 明年杜鵑花開始 你如果說以 比如說 明年台大的杜鵑花開始 送你一朵花 明年台大的杜鵑花 可能不開 可能不開 所以這個也是條件 那花未必會開 花未必會開 或者說 這個 如果 你男朋友跟你分手的時候 我就送你戒指一個 這是條件還是期限 蛤 這條件 你們以為這是期限啊 必然分手 這是期限嘛 不不不不 這條件嘛 不一定會分手嘛 你跟男朋友分手的時候 送你一個戒指 那當然就是 這負條件的法律行為 那好 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你們現在有沒有成年嘛 對不對 你成年的時候送你一部車 這條件還是期限 這條件還是期限 你成年的時候 你覺得是條件的舉手 你覺得是期限的舉手 你們都對自己太樂觀了 這個一個人會不會成年 這是不確定的 可能會夭折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你成年的時候 我送你一輛車 這個不是負極限喔 這是負條件喔 因為你會不會成年啊 這是細語未定之天啊 知道嗎 蛤 你對自己很有信心是嗎 對每個人都有信心啦 死因贈瑜到底算是期限的了解 就是死亡的話 死因贈瑜是說 是說我死的時候贈瑜給你東西 人一定會死啊 人其有不死 你通俗認為這是條件 蛤 你通俗不認為這是條件 死因贈瑜 死因贈瑜 我覺得一定會死欸 那我不曉得 因為死因贈瑜 那個是繼承華那邊 去規定 我不曉得說 那死因贈瑜到底有沒有 如果單純講說 我死的時候贈瑜給你東西 我覺得那個人都會死啊 那期限必定到來 人沒有一個不死的 那應該是期限 一定會來嘛 那好啦 以前我們 這個好像發生一個最麻煩的問題 就是以前的那個老兵啊 他們租房子 出租房子的時候寫說啊 房子我出租給你 租到反攻大陸時為止 請問這是條件還是期限啊 啊 不能的條件 這個是以前的法院的判決 那慘了咧 住到反攻 不只以前 現在還有人這樣寫 說住到反攻大陸時為止 就是那些 那個老兵嘛 他們還是這樣寫 那麼慘了 這到底負條件還是負極限啊 這個喔 這個就現在的觀點來講 是當然是負條件 而且是幾乎是不能條件啊 那以前我們最高的法院說 NO 這是一個期限 因為這 勢必到來這樣子 這個是 所以這蠻有趣的 條件期限的區別 你要知道一個確定不確定 另外 條件裡面有一個案子 是最麻煩的 你看喔 他是這樣 他是 這個儀呢 這個儀呢 假設是 經銷商 夾呢 是 製造商 然後 柄呢 是那個 零件供應商 那他們之間呢 有買賣契約 工業零件嘛 買賣契約 好啦 那他就交付貨物啦 交付 交付貨物 那他交付貨物之後啊 這個 他們 裡面的契約條款 有一個 約定 他約定怎麼樣呢 他說啊 這個 那個 價金的幾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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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約定呢 他約定說啊 這個 市啊 就等到 他 以 這個幾付 貨物 貨物 因為這之間有買賣契約 是 以呢 就是 經銷商給的 製造商 以幾付貨物 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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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貨物 這個很常發生 我再講一遍 就是 假把 跟丙零 買零件來 組裝好了之後 賣給以 然後 假怎麼說 假說我什麼時候給你錢 等 那個 經銷商 跟我買貨的人給我錢 我再給你錢 為什麼 這樣子呢 因為我製造商 我這個 組裝商啊 我沒有錢啊 我無意的錢從哪裡來,就是從經銷商來,不能怎麼辦 當然是說買售人,買售人給我錢,我再給你錢,不然我哪有錢 我只是在那邊組裝而已,我製造商組裝,所以我到時候再給你錢 在這種案子最常發生的是什麼?最常發生的是這個經銷商破產 沒錢,那沒錢的時候儀秉說,怎麼會變這樣? 所以他就去起訴,去告他說依照367條,你給我錢 那等到秉去告假說你要給我錢的時候,假怎麼說? 假說對不起,這個啊,我們不是有這個嗎? 所以他就抗辯了,他用什麼抗辯呢? 就是說這是個負條件的,而且是一個負停止條件 負停止條件的這個價金給付 他說這個是負停止條件,結果條件不成就 為什麼?因為已破產沒有給我錢,那我就不用給你錢 所以抱歉,這是事務上常常發生的案例 那各位同學你去想說,這樣合不合理啊? 他們條款真的有這樣約定?這種約定看起來像是負條件的法律行為 說我嫁金給你的時候,是等到人家給我錢,我再給你錢 看起來像是負條件的,可是你去想,丙當初 簽這個條款的時候,他有在他的內心裡 有要以一種條件做意識嗎?也就是說,丙會想到說 對不起,我給你的,我給你貨,然後你什麼時候給我錢 等到他給你錢,他有錢給你,我才跟你收錢 他如果沒有錢給你,我就不跟你收錢 丙會這樣想嗎?不會吧?所以在丙的主觀認識裡頭 他並沒有把這一個約定當成一個條件 他當成的是什麼?是一個不確定的幾副期限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不確定的幾副期 不確定的幾副期限 那不確定的幾副期限就不是負條件的法律行為 這兩個你要區別,知道嗎?所以最高法律在這種案例都說 對不起喔,人家這個零件供應商可沒有說 可沒有說要你的經銷商跟你買東西的時候的人給你錢 然後他才要收錢,他沒有這個意思啊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不確定的幾副期限 而不是負停止條件的法律行為 所以你要不要給錢?要,而且當人家已經宣告破產了 確定這個條件,確定這個期限已經不會到了 依誠心原則你要給錢,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在實務上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條件跟不確定期限的差別 剛剛說到我們就覺得那是否所否建成的 很重要的意思 你說下一個在實務上